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影片中的独裁者父亲自己的创造词 他是唯一一个可以离开家接触社会的人 他将妻子和三个孩子禁锢在家里 告诉他们外面的一切都是危险的 比如猫是会吃人的 一望无际的大海就是家中的沙发 高速公路是一阵微风而已 他用一种极其变态的方式阻止他们去到外面的世界 阻止他们离开自己的控制 他对孩子们说想要离开家 一定要等到自己的狗牙脱落才行 而这狗牙大概就是人类的后草牙 没有七老八十怕是掉不了吧 父亲通过控制子女的思想 让他们对外界充满恐惧 因此就能顺利地控制他们一辈子 为了更深层次地留住子女 父亲会从外面给表现好的孩子带奖品 甚至将公司的女员工带来与大儿子发生性交易 以此要求儿子继续听他的话 否则就取消这种交易 可惜这个女员工也带着自己的目的 他以女儿从没见过发光发卡和录像带为幼儿 也有女儿为他做不可见人的勾当 同时女儿被录像带中展现的奇特外界景象所吸引 他开始向往外面的生活 正在这时父亲发现了女员工作的一切 独裁者最害怕的就是外界信息的进入 当渔民开始躁动 他的内心将充满恐惧 于是父亲赶走了女员工 但女儿已经敲掉了自己的狗牙 躲在父亲的后备箱中 准备逃向外面的世界 不过他真的可以逃脱吗 即使到了外面 他能够适应那里的生活呢 他走的时候为什么要敲掉自己的狗牙呢 因为父亲说过狗牙脱落前不能离开家 他为什么要躲在父亲的后备箱离开呢 也是因为父亲说过脚上粘上外界的泥土就会死亡 但是无论如何再强的高压政策 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热爱 没有人愿意被禁锢一辈子 无论是思想还是身体 也许对于女儿来说 哪怕脚上粘上泥土之后立马死去 也被家中被禁锢一辈子要好 不过他既然敲掉狗牙 说明他有着与过去 决烈的非凡决心 也许他就是那个能逃离极权主义 靠自己掌握命运的人呢 对于这部电影而言 除了对极权主义的巨大讽刺以外 还通过塑造了一个独裁父亲的形象 敲响了家庭教育的景中 极端封闭式的家庭教育 对孩子的神心是一种巨大的摧残 父母永远不要将自己的意志 和对待世界的看法 强加在孩子身上 不要口口声声说着为孩子好 却阻止孩子自己去闯荡 去追逐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